嘉義這兩天 一連發生了六起的地震 學者呼籲民眾不要恐慌 並且留意可能煽崩 賣場貨架上的物品就直接掉下來 嘉義中埔鄉二十四號晚上六點起 接連發生五起油感地震 其中以晚間九點十分的第五起 規模五最大 嘉義市區震度最大四級 中埔農會超市賣的油品還掉落一地 店員今早是忙著清理 中埔鄉的民眾對於連武鎮 也餘悸猶存 晚上沒睡好 嘉義縣消防局也針對地震通報 出動七個分隊針防車 沿線勘察是否出現災情 作性都沒有大礙 包括檢察局還有這個民鎮系統 跟我們回報 也是沒有發現災情 根據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監測資料 直到二十五號中午以前 包括五感的餘震已經超過百起 加上鎮央十分接近一九四一年的中埔大地震 當年造成嚴重的死傷 學者認為連五起在同一個鎮央 表示板塊仍持續推起挪移 如果再有地震就要看地質耐不耐得住 如果不是立刻還是沒有辦法承受那些力量的話呢 那麼它就可能會再持續再撲下去 規模比較大的地震 並不是經常性的發生 而是有一些能量會累積在這個斷層 今天下午1點48分 中埔鄉又發生了第六起最大震度 四的有感地震 學者表示過去中埔地震曾經發生山崩 山區的民眾要特別留意 至於平地 因為現在房屋避震系統已經有進步 民眾要留意的是在地震的時候 可能引起火災等二次災害 記者報導